朋友朋友 你有看過這個嗎 你知道是什麼嗎 嘿嘿 我來打開給你看 好漂亮 拿出來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我喝這是粉紅色的 它裡面也是粉紅色的 這是一個酒 這是我朋友送我的 所以不是業配喔 不要太擔心 OK 沒有業配 朋友 你有沒有在喝酒 你知道這個酒的 我想知道它的評價還是 等級或是什麼價錢 哪一國啊 你知不知道這個相關的質詢 問別是Vision 往旁邊滑到葡萄酒 將要掃描的酒標 對準畫面的框框內 它就會執行搜尋 那下面就會看到更詳細的相關資料 包括品牌這款酒的名稱 在台灣的台幣的價格 以及網路上的評價 還有它的地區國家 非常的詳細 這樣子就可以了解 每一瓶酒類的資訊 欸 朋友 我跟你說 我現在在看 我那個訓練區 大阪的照片 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欸 當我看到有一張 照片 它是日本餐廳 它有那個Menu 在上面都寫日文 其實我也看不懂日文 這是一個照片 我不知道怎麼 怎麼問 要問誰 一樣問別是Vision 打開三星的媒體融覽器 選電影要翻譯的照片 這時候按下右上角的眼睛 就會帶開Vision 然後我們進入翻譯的功能 搜尋完文字之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選取 我們可以局部去調整 自己想要去翻譯的段落 欸 選擇好之後按下翻譯 好 就可以看到它就會翻譯完成了 欸 朋友朋友 我剛剛點到一個網頁 你看這個產品 看這個照片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酷 好像很新欸 這是一個韓國網頁 全部都是韓文 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叫什麼名字 我想知道它的資訊 你有辦法知道嗎 問別是Vision 那我們打開三星網際網路瀏覽器 如果有一些照片 想要去了解這個商品是什麼的話 我們只要在照片上面長壓 就會出現使用別是Vision 搜尋 點進去之後 它一樣會帶開 Vision 的探索功能 那這時候可以去框住 你想要去找的物品 讓它去掃描一次 那你可能就可以找到 這個商品的一些細節 這個Vision 真的是三星之眼 三星的眼睛 真的太好用了 朋友今天選到好多的功能 我覺得好開心 我更愛我的三星手機了 大家你的手機 有沒有三星之眼 可以把它打開來 用看看喔 一個人在家 製導自演了一下午 終於可以煞青了 掰掰 朋友你不要走啊 我還沒演完 嗨 各位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訂閱Glass Workshop的頻道 朋友你下次來倫敦找我玩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倫敦再來錄一段好不好 OK 沒問題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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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